我参加过一个音乐演讲会 主题为中国音乐 老师说 要讲中国音乐 要先知道什么是音乐 他就问观众什么是音乐的定义 一个学生回答 老师就说 错了 另外一个学生又回答 老师再说 错了 这个学生再论又回答 老师反正说 没有意味对就是了 最后还有他说音乐的定义 我忘了他怎么说的 定义本来是很复杂的事 定义要从各种因素 角度 条件 情况等等 全符合 才能是一个定义 一个方面不符合 就不能算定义了 所以那位老师说的定义 我从各角度思考 也认为不能成立的一个音乐定义 我努力想想 到底音乐定义是什么 但是永远找不出答案 这个音乐定义的问题 就一直困扰着我的脑海里 终于我到了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据当时的报告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是全美国面积最大的单校区 和科系最杂的大学 所以我相信肯定有音乐系的 结果找到了 不是音乐系 也不是音乐学院 而是很威风的音乐学校 Music School 一个在大学里的一个学校 它有它自己的电信房大楼 多立音乐演奏院 和个别五层 五层吧 应该是五层 的专用音乐图书馆 我就进去了那音乐图书馆 我很有信心 在这一栋楼 一定可以查出什么是音乐的定义 我先绕一绕看看图书馆里 都有什么可以帮助的 它的楼梯很宽 非常宽 在我上楼时 忘了在第几楼 在楼梯转弯很宽阔的一角 竟然有一个玻璃门 大树龟 里面摆着几层的 一套音乐百科全书 哇 很威风 也该会给我答案的吧 我直接取出 表M的一本 翻到Music 它解释的大概是 一个艺术作品 由一位composer 所创作的艺术品 终于找到了定义 如果你懂什么所谓composer 不然你得先查composer的定义 才算完整 我就继续取出标C的一本 翻到composer 它解释的大概一位艺术作家 以Music为其艺术作品 从这里继续研究 我认识到一个词典专用术语 地规定义 Recursive Definition 对我而言 地规定义是等于没有定义的 无法定义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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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